这是一片绵延起伏的群山 灵气与附近的其他地方相比明显要浓密一些 因为在此山脉的主峰之处 有一条绵延石域里的小型灵脉 不仅小品质呢也租之可称之处 这种规模的灵地不要说那些实力雄厚的宗门家族 就是修为稍微高上一点的散修也同样看不上的 然而乃龙界虽面积广播 但人妖两族修士的数量更是众多 自然有一些小门小派会两体才一地看重此处 甚至还会为这些低略的灵脉的归属 做一番你死我活的争夺 当然这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了 最后由雷林宗上出 在这小小的灵脉之上安居露户 雷林宗听名字似乎不俗 其实呢只是一只拥有两百余人的墨丢小派 门中仅有一名宁丹西修为的太上长老 主祭旗修士十余个 其余的便全都是灵动期的低阶弟子 就实力而言呢 甚至可以说还不及临轩初踏入仙道的飘云谷 乍一听有些离谱 然而修仙界的实力分布 本来就是金字塔形状态 越是高阶的修士数量越是稀薄 这一点便使灵界也不能免俗 耐龙界虽资源丰富 但低阶修士的比例依旧是在九成以上的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仙道的艰难困苦 雷林宗这样的小门小户 方言耐龙界那是数不胜数 该菜还算运气不错 有一落脚之处 此地的灵脉虽然苏法可认之处 但就他们用那是足够了 足话说人穷至短 这儿的小门派本来没有多大报复 成仙门中是没人敢想的 只要能将道洞传承下去 他们就心满意足 这儿的宗门可以说与世无争 门中的弟子甚至都很久不曾与人动手了 然而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丹西火福 今天却莫名其妙地迎来了灭门之祸 说起这场灾祸来的有点冤枉啊 本来雷林宗所在的这个地方很是荒僻 别说高阶修仙者了 不会来这鸟不拉屎之地 就算是与他们修为差不多的修饰 有事没事 也不会无端光顾这里 附近虽然有森林有荒漠 但灵气都很稀薄 里边的动物也以普通的野兽居多 至于妖兽呢 当然也有 但都是一届或者二届 最厉害的也不过相当于筑基西顶峰的修仙者 以雷林宗的实力足以应付 甚至还能为他们提供不少修仙所必须的原料 所以这一百年来呀 雷林宗的实力虽然没有怎么长 但至少宗门内的弟子都过得很逍遥 然而在今天平静被打破 不知道从哪儿啊 莫名其妙地窜出了一元英七的妖兽 对雷林宗的总舵闪开疯狂的进攻 此妖兽就实力来说达到了化形器 然而因为某些缘故 灵制没能开启 也不能变化成人形 然而实力在那摆着 雷林宗哪里抵挡得住啊 全靠互派大阵才能勉强支持 可以该派的贫弱 互派大阵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眼看就要摇摇欲坠了 可恶 一身穿灶袍的老者墓资欲猎 难道雷林宗的道统要蹲在自己手中吗 此妖兽灵制虽然没有开启 却凶暴异常 而且行动十分迅速 一旦互派大阵被攻破 有机会逃出生天的弟子寥寥可数 然而他只是宁丹七 根本就回天罚树 哼 又一声巨响传入耳朵 最后一层光幕已是摇摇欲坠了 老者痛苦地闭上眼睛 正想要下定让众弟子各自逃命 然而就在这时啊 远处的天兵突然出现了个光点 开始上远 很快就来到眼前 光芒收敛露出一容貌平凡的少年 眼前的混乱让林宗也有点意外 他这次有点倒霉 因为跨界传颂有很大的难度 回到耐龙界 林轩呢 被丢到一个极为荒庇的场所 了无人烟 就这样林轩一连飞了七八天 才来到这 林林宗修士的实力 低得有些离谱 但仅仅找他们问路 算是没有问题的 林轩胸口一副 一道青涩的剑气 预游而出 只见灵光一闪 刚刚还凶向毕露的妖兽 就被劈为两半了 一时间混乱的场景平静下来 数百修士目瞪口袋 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等级的强者 以至于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过了片刻 还是该派的太上长老反应过来 林芒飞出光幕 冲着林轩败了下去 参见前辈 多谢前辈的救命之恩 前辈若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闭门虽实力低微 也一定会全力去做 不用如此 林轩的脸上表情淡漠一击 相逢即是有缘 刚刚那一击对林芒来说 不过是举手指导而已 各位不用多理 若说报答 你们可有这附近的详细地图 地图 那造瓦老者一恶 雷林宗虽然与世无生 但既然市居于此地 与这附近的地形呢 又怎么可能不清楚 前辈稍等片刻 造瓦老者恭敬地说 最后就吩咐身后弟子去取 这些小家伙实力低微 但动作却是迅速 很快就将一玉铜锦 恭敬地撑了上来 雷轩随手接过 微微低下头颅 将神石沉入 还别说非常的详细 这地方远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偏僻 如果没有这地图 自己还不知道 要走多少冤枉路呢 雷轩取出了一空白的玉铜 将其复印搂刻 最后又取出一套自己 早已不用的阵旗 送给了该牌 尽管救命之恩 已足以作为报酬 但面对这些低阶的修仙者 雷轩心情又不错 能帮一下 也不过是举手日劳罢了 有了地图 接下来的路程就顺利许多了 雷轩先是到雷 修仙者聚居之所 打听更详细的消息 然后转到去一大的新城 使用传送阵 虽然传送价格不菲 但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那栋戒面积实在是太大 即便以雷轩的顿速 如果光靠飞的话 没有两三年 也别想回到云影宗的 而传送就要快捷 方便得多 这个过程不用详数 十几天后 雷轩距离云影山脉 已经很近了 黄乎间又是一百多年 不知道如今的云影宗 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第2632章 回宗 修仙无岁月 短短百年 对于高阶修仙者 若是闭关打坐 根本算不了什么 说一眨眼或许有些太过 但确然是很快就过去了 然而对于普通人 这就是完完整整的一生 雷轩自然不是普通人 然而这次去滨海界的经历 也丰富无比 短短百年的光阴 有着太多太多的经历 值得他体会 回忆 所以当雷轩再回到云影山脉 看着熟悉的景物 竟有一种恍如格式之感 心情激荡无比 让林轩忍不住纵声高歌 歌声如龙笑风吟 直入九霄 婉转不绝 天际间的云彩 都被震碎了开去 这里距离云踪踪跺 还有亲历之远 但这么大的动静 除非寻山的弟子故意做不见 否则必然是能够有所发现的 没等太久 就近秦峰灵光大作 林轩粗略的一鼠 足有十余道灵光 即是要向此处 飞在最前面的是一道粉红色的惊鸿 颇为其言 不仅是因为他的速度最快 而且那灵光四周 有淡淡的香味 若隐若现的散发出来 雷轩眉头一挑 隐隐觉着那灵光啊 有点眼熟 但一时片刻 却又想不起来 正与施展神通 仔细看个清楚 那灵光来得好快 就这么一眨眼 居然来到面前 光芒收敛 露出一身材高挑的角色少女 雷轩目光扫过 可不是熟人吗 淋雨交 袁隐松大长老的嫡妻妹妹 说起来自己与此女也关系匪浅 还与她一起去古魔界寻找分神丹 只不过自己机缘巧合 从那龙真人手中得到了此物 后来更先一步破开虚空 回到了灵界之中 在这时间呢 失恋也应该结束 此女也平安地返回了吗 只见过人无恙 林轩心中还是颇为欢喜 她的歌声也早已结束 双手倒背 笑意吟吟地在原地站着 而灵玉交也看清楚 林轩的面容 脸上错愕 惊讶 喜悦的表情一闪而过 随后迎迎一敷 玉交参见师叔 上女的脸上带着几分复杂之色 一起去古魔界的时候 还平北相称来着 一转眼就变成了师叔 而且她回到灵界虽然不太久 但林轩的事情 也早耳熟能详了 虽然林轩不愿意做大长老 然而自从打败了天爵老怪 她就一直是本门弟子 亲目宠外的对象 林轩当然并不嫉妒 林轩对她可是有救命之恩来着 只是一想着林轩 令人瞠目结舌的修炼速度 远超同杰的实力 她心中还是唏嘘不已的 不用多礼 林轩抬手虚拂 与林轩略微地寒暄几句 最后其他的修士也赶到这里 在确认林轩的身份后 竟不由自主地爆发出了一阵恨恨 这也可见林轩的受欢迎程度 随后他们一边打理参见 一边向门中发出了车音符 仅仅过了片刻呀 嗡名声大作 远处的天边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光点 速度不易 但目标就是这里 林轩虽无大长老之名 但对运宗的重要性 傻瓜都清楚 靠着林轩打败天爵老怪的威名 这百年来 运引宗可是获得了莫大的发展 其实力何止翻了一倍 原本只是偏居一偶 如今放眼整个南龙节 都算得上名门大牌 虽然不是顶件 但短短的百年 宗门能有这样的起伏 已是了不起到极处 故而连轩回宗也是一等一的大事 整个运引宗 宁呆以上的修仙者 除了确实在闭关打坐 或者直在脱不开身的 九成以上的全部出类迎接 为首的便是银童少女 与龙姓少年 此时此刻两人脸上 都是一副惊喜之色 雷师弟 你终于回来了 此行可还顺利吗 诶 你得休为 龙姓少年欢迎未落 突然变成了一副 瞠目结舌的表情了 也难怪他惊恶呀 他可是看着林轩进阶 分身期的 这才过了多少年 居然又进一步 成为了分身中期的修仙者 有没有搞错呀 这境界来说呢 他也是分身期 对于此境界进阶的难度 可是一清二楚 自己卡在初期的瓶颈 可是有上半年啊 修炼自己同样努力无比 可进展却比蜗牛还要缓慢 而林轩这一刻 说不嫉妒 那当然是骗人的 林师弟是真仙准师吗 否则修仙的速度 怎么能快到如此地步 龙姓少年在脑海中 只剩下一个念头 而另一边呢 严同少女的表情也相差仿佛 不过在短暂的惊讶之后 所剩余的便是惊喜了 但甚至有一种期待 这半路入门的失敌如此了得 有朝一日 本门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位杜劫存在 杜劫期 修仙的最后一个境界 看似于自己分身后期 仅有一不知遥 然而严同少女心中清楚啊 那根本就是咫尺天涯 自己这辈子不可能有机会进入杜劫期 那难度与前面的瓶颈不可通人而语 修仙界多少天才都倒在了这个门槛 然而眼前的林师弟已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也许他有可能进入杜劫期 严同少女如此想着 最后与众弟子喜滋滋地将林轩 迎入了宗文里 当然接下来的事情 与低阶修士就没有多少关系了 进入正殿以后 他们就全部心里告辞 如何 林师弟这一次想必大有收获 龙姓少年微笑着说 让师兄姐笑了 林毛只是运气不错 才侥幸进了一级 对于林轩这样的说法 两人笑而不语 夫人妻的修炼是何等艰难 如果仅仅是运气不错 就可以晋级 那遍地恐怕呢 都是高阶修仙者了 当然 两人乃是活了数万年的老怪物 见林轩不愿详说 自然也就失去的不再问了 随后又换来话题 那林师弟此行寻找的 炼制化身的材料 应该要着落了吧 啊 托师姐的福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 冰海界 林毛又岂能有收获 林轩微笑着说 师弟太客气了 三人寒暄还没有结束 突然 以嚣张异常的声音 传入耳朵 我说那姓林的小子回来了 还躲在里边当锁头乌龟吗 快出来见我 第2633章 乌大少爷 这声音陌生以及 以修仙者过目不望的神通 林轩可以确定 自己从来没有听过 换句话说 他的主人 自己也就不认识了 究竟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林轩除了惊恶 还是惊恶 要晓得 以他如今的威望 普通运宗的弟子 若将他奉为神明也不为过 便是银童少女与龙兴少年 这两位台上长老 对他也是礼让客气 处处透着恭敬之意 而这里乃是宗门深处 一般人绝对没有可能随意进入的 能够出现在这附近的 不是本门弟子 就是与运宗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这儿的人按理是有非敌 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辱骂自己呢 以林轩之城服 表情也有些错愕 而一旁吟通少女的脸色 就除了尴尬还是尴尬 两人对视一眼 最后还是龙醒少年的声音 传入耳朵 师弟 不要介意 这吴大少的身份 非同小可 偏偏又是一副 介绕嚣嚣张的性格 吴大少 林轩眉头一皱 确定这个名字 是自己以前从没听说过的 随后得笑的 师兄这么说 想必此人还有些来历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林轩并未动怒 隐同少女与龙醒少年 都松了口气 他们最怕林轩实力 远胜同街修饰 也是一副心高 气傲的性子 受不得半点委屈 猛人出去 将这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要晓得 这位吴大少爷 本身的实力暂且不提 他身后的实力 可是运踪 万万招惹不起的 乃是火灵老祖 在世俗唯一的后人 火灵老祖 论身份实力 虽然没有办法 与耐龙之人相比 但也是此界的杜杰奇 大能之一 这种存在 与当日的天驹老怪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云尹宗当然得罪不起 要说这位吴大少 与林轩无怨无仇 这两人这辈子呢 甚至从来没有见过 然而俗话说 钱财惹祸 其实明确也是一样的 五百年前星月城一战 林轩打败了天驳老怪 于是耐龙界 杜杰奇下敌人的名号 响亮无比 响亮的名气 固然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比如说 运踪如今的发展 就是与林轩名气分不开的 而凡是有利就有弊 林轩的名号响亮无比 普通的分人机修饰 也就是羡慕 除此以外也不敢做什么 毕竟修宴界是强者为尊的 有天驳老怪的下场在那里摆着 他们估摸着不敌 哪里敢来吕林轩的虎须啊 而普通的分人机修饰不敢 不代表这位吴大少爷也会畏惧 一百多年前 林轩与天驳老怪决斗之时 这位吴大少爷正在闭关 冲击分神后期的瓶颈 等他出来的时候呢 以尘埃落定 然而一出关修仙界里 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林轩的名气 用如雷贯耳来形容 那是一点也不太夸张的 于是吴大少爷不爽了 要知道他背后 可是占着一位火灵老祖 而这位吴大少爷 虽然有一点文苦子弟 眼高于顶的习气 但本身的资质的确不俗 修炼呢也肯用苦供 这一点便是火灵老祖 也赞不绝口 原本呢 他就是自视甚高的人物 原本的打算甚至是 冲击瓶颈成功以后 去挑战天驳老怪 此界杜杰奇下第一人的称号 他早就垂涎已久了 然而机缘巧合 就在他闭关的关键时刻 林轩却将天驳老怪打败了 然而还因此名扬天下 这个气 一向嚣张跋扈的乌大少 怎么咽得下去 如今天驳老怪已被打败 那他新的目标 自然就变成林轩了 于是这家伙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来到运宗的总舵 要与林轩一决辞雄 问题是林轩那时候 已去了滨海界 起初乌大少爷自然是不相信的 认为林轩怕了自己 当缩头乌龟 甚至要强行闯入 这未明也太不给运宗面子了 虽然知道这位大少爷惹不起 但面对这种情况 林同少女也只好出手 两人同时分身后妻 境界相同 然而乌大少爷 家学渊博 他只是性子与弯故子的一差不多 神冬却不俗 林同少女很快就落败了 最后乌大少爷闯入运宗总舵 四处寻找林轩的下落 然而林轩走都走了 他哪里找得着啊 好的 这位并非天性残暴的人物 虽然大骂林轩的小如鼠 但也没有了啥无辜 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 这位任兄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物 从此隔三差五就来到运宗寻找林轩的下落 党师挡不住 虽然以宗门之力对付一落单日的修仙者 说将护派大阵开启 再设下重重的陷阱尽致 以众敌寡 要灭杀他呢 也不是这么难事 但想想这位大少爷背后的虎灵老祖 谁敢莽撞这么做呀 何况吴大少爷本性不坏 虽然给运宗添了不少麻烦 但至少也没有找不到林轩 就无理取闹的灭杀该派的修仙者 于是 严同少女干脆穿下法制 这位大少爷再来本门 也不用阻拦 原来如此呀 听了两人的讲述 林轩总算是知道了事情的始末 脸上露出几分沉吟之色 过了几夕才抬起头颅 不管如何 这位大少爷如今急找上门来 那我们也只有去看看了 要晓得林轩回踪 可是有成千上万双眼睛看着 否认不掉 躲也是没有意义的 何况林轩也根本没打算那么做 好的 不过一会儿吴大少爷提出决斗 龙行少年有点担心的说 像林轩这样的修仙者 必然是眼高于顶的人物 若是一眼不合 动手切磋倒是没什么 怕就怕林轩动手没个轻重 给本门招灾惹祸 他可不想成也萧何 败萧何 火灵老祖的怒火是云隐纵承受不起的 师兄放心 林某心中有数 林轩当然明白对方在担心什么 微笑着说 随后浑身轻盲一起 从大殿中飞了出去 龙行少年与吟童少女顿视一眼 也连忙跟在了后面 林轩的顿光何等迅速 很快一个深眼就映入了眼帘 第2634章 极品矿脉 那是一相貌英俊男子 大约30岁左右年纪 浑身上下 却套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傲气 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 胆修为确实不俗 林轩将神师放出 对方果然是分身后期的修仙者 而且一针法力 似乎比同阶存在 要凝厚那么一两分的样子 东光一连林轩在距离 对方约二十余丈的地方停了下来 随后又是两道惊鸿 落在身边 吟童少女与龙行少年 放心不下 所以急匆匆的跟了过来 你就是林轩呢 吴大少爷瞄林轩一眼 不错 正是林某 林轩不鲜不淡的声音传出而乱 对于这种眼高于顶的世家子弟 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就算有真材实料 缺少兴风雪雨的魔力 在斗法中呈现出来的战斗力 也会大打热扣的 而况论身份 他又怎么能与广寒真人的爱女 星月公主相比呢 火灵老祖虽然威名远播 但归根结底 也不过是杜杰初期的大能罢了 经过与唐武一役 对于自己的实力 林轩也有了更好的评估 虽然面对杜杰初期的老怪物 依旧打不过 但也并非半点回手之猎物 来的若是火灵老祖 林轩或许还为他几分 但只是区区以后被弟子 林轩又何必小心翼翼 林轩这副蛮不在乎的态度 让吴大少爷愕然 最后 怒容满面 你可知道本少爷来此的目的 若是数少认输 还可以少受几分苦楚 否则 否则如何 林轩有些无语了 这边还真是嚣张跋扈 还没有动手 就先威胁自己 也不知道他的信心来自于何处 难道 以为身为火灵老祖的后人 就无人敢惹 别说整个灵界了 就是耐龙界的杜绝期存在 也远不止他背后的靠山一个 林轩强硬的态度 反而让乌大少爷一乐一乐的 他家事在那摆着 实力又确然不俗 以前不论走到哪儿 都是让人恭敬捧着 何时有人敢这样顶撞过来 但他虽然有几分 顽固子弟的习气 却也并非完全的不讲道理 否则这百年间 恐怕早就将 于尹宗闹了个天翻地覆 所以倒也没有马上恼羞成怒 反而哈哈地笑了起来 呵呵呵 好好好 你可敢与本少爷打一个毒 打赌 林轩一手俯额 脸上露出几分文威之色 不错 我们就一决胜负 当初你与天爵老怪决斗 定下了莫大的彩头 我们俩无怨无仇 倒也不用如此离谱 但书者总也要有所付出 否则就无趣的紧了 吴达少爷的声音传入耳朵 显得胸有成竹 哦 那以什么做彩头 倒有话要道就行了 林轩一旧是不在意 并非自大的问题 而是以他如今的实力 输给分人妻 可能性是无限接近于零的 对方这么做 那是明白给自己送东西来 虽然林轩的身家已 丰厚无比 但修仙修仙 拼的就是资源 社会嫌宝贝多 即使自己用不着 也可以转手 赏赐给宗文 或者拿到仿式 兑换成金石的 嘿嘿 倒有倒是痛快呀 你看看 以这个作为彩头如何 吴大侠一边说 一边手抛一抖 随着他的动作 一道灵光飞雷而出 雷轩眉头微皱 略有些好奇 但还是伸出手来 将那事物结果 数目睽睽之下 对方不可能暗算自己 何况以这家伙 骄傲自大的性格 也绝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雷轩是很放心的 结果来一看呢 那是一张兽皮 上面用烫金的墨汁 弯弯曲曲地写着不少文字 这是 雷轩一呆 定言仔细瞧了起来 这一看去是脸色大变 也难怪雷轩惊恶呀 因为这兽皮 并非什么材料宝物 而是一张契约 而且不是普通的契约 上面所罗列的宝物 是一条矿脉 极品矿脉 极品矿卖着是放在人间呢 那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 哪怕 现实的仅有一块 也足以引起 心风血雨的争夺 灵界的资源要丰富许多 极品精实 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宝贵了 然而即便是身价 稍微跌那么一些的 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拥有的 当然实际到林轩这等级 极品精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别说几千 哪怕是上万块都拿得出来 但注意 对方拿出来的是一条矿脉 何谓矿脉 就是可以开采许多年 那数量呢 就不是区区几千上万块 恐怕要翻上几倍 千倍 甚至更多一点 雷群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物 但也被对方的豪爽给吓到了 这位乌大少爷也太富有了吧 难道那位火灵老祖 居然宠得到如此一步 要知道 其实在灵界呀 绝大部分的极品精实 也是从高级矿脉中给开采出来的 纯粹的极品矿脉 可是非常罕见 对方居然敢用这个做彩头 雷群对于他的实力 别有点期待了 阁下可想好了 雷群微笑着说 君子一眼快马一变 倒是你准备拿什么东西 若是太差的宝物 本少爷可是不会要的 乌大少只高气昂地说 这 雷群倒真的有些为难了 不是拿不出来 以他的身家 就算是一整条极品矿脉摆在那 雷群也能够买下来 问题是财不了白 何况雷群拥有的宝物很是凌乱 要一下子拿出来呢 还是有点为难 正在仇物中啊 银头少女的声音传入耳朵 雷群也如此豪爽 我雲尹宗派上长老 也不能让人小看啊 就以雲尹宗的宝库 做彩头如何 这个分量倒有 认为可够了 师姐 林轩回过头 有点感动 要知道宗门的宝库 可是与门派的兴衰起伏 传承道统大有关联 缥缥仙宫之所以衰落 并非门中 包括大长老在内的三大高手陨落 而是因为宝库被自己洗劫一空 如果此战输了 云尹宗将重蹈覆辙 师弟不用在意 妾身对你可是有信心的 银头少女微笑的声音传入耳朵 此女不愧是一宗大长老 就这魄力啊 一般的修时就没法比 第2635章 驱火之术 当然子女这么做 也并非讨脑发者 而是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一来她对林轩的实力信心十足 才分神初期 就能越级挑战不可一世的天觉老鬼 如今百年过去 林轩实力又近一级 眼前的乌大少爷虽然也好大的名头 但毕竟是纹固子弟 于情于理 林轩都没有输得道理 二来 林轩实力提升迅速 对于云尹宗来说 固然是有莫大的好处 但也并非一点也会也无 毕竟就整个奈隆纪来说 本门还只能算是二流的门牌 林轩若真的提升太快 此女也担心妙太小 供不下这尊大神 林轩若是从小就在本门长大的修士还好 偏偏她是半路入宗 若是别的门牌 开出的优厚条件 难保林轩不心生而异 在资源供奉方面 本门即便竭尽全力 也没有办法与之相比 对方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鸡 说是银通少女 忧凡的 林轩对于云尹宗来说 可是莫大的机缘 好不容易落在手里 她可不想有失去的一天哪 既然不能动之以利 那就只有消致疫情了 所以她进了林轩为难 才会毫不犹豫地说出 拿本门宝库做财套的条件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笼络林轩 虽然这也算是一场豪赌 但银通少女相信自己的眼光没错 多谢世界了 事已至此 林轩也没有多费唇舍 即使彼此信任 根本没有必要解释多说 对于林轩而言 这样的感觉也蛮不错 各自的彩头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的决斗 却没有马上上演 毕竟这里是云尹宗的大殿 两人都是分人级别的高手 如果在这里开打 总舵被移为平地 也毫不足怪 这种局面 自然是林轩不想看到的 而乌大少爷来此处 也不是为了找云尹宗的麻烦 把您的光阴都等了 当然不介意多花点时间 换上一个合适的地点 真为地主 林轩少女对附近的地形 自然是比较熟悉 于是由他带路 离开总舵 一路向南飞去了 一行人的实力暂且不说 但都是货真价实的 园英七修仙者 顿光河等迅速呀 手势及亲礼 或许稍为夸张了一些 但确实是没花多少功夫 就飞过了千山万水去 草原 湖泊 沼泽 各种各样的地形 他们都没有停歇的意图 直到一巨大的荒漠映入 眼帘中 没错 就是荒原 黄沙万里 了无人烟 这样的地方呢 用来作为决斗地点 算是再合适不过 就算打个天翻地覆 也不会影响到谁的 于是四人停了下来 引同少女与龙姓少年 自然是观战 雷轩与乌大少爷 则面对面的相处而立 以极品灵脉所踩头 阁下真决定好了 雷轩淡淡的声音传入耳朵 虽然这位乌大少爷 乃心高气候之徒 但极品灵脉也确然非同小可 雷轩可不希望对方一会儿输了 却在那里耍赖 所以很有必要在决斗前 最后确定一番 哼 卷子一眼快马一斌 阁下打听打听 本少爷做事什么时候来过这 人品被质疑 让这位乌大少爷讳怒不已 好 道友既然这么爽快 那林某就领教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林人当然没有必要多匪吹舌 只见他袖袍一幅 扑斥一声传入耳朵 一团艰难大小的火焰 跃上而起 五色琉璃 美丽的光云中 隐隐透出利谷神秘的气息 魂灵天火 除此以外 林玄并没有挤出其他的宝物 说不上轻敌 此火焰原本呢 就是他压箱底儿的秘书之一 用他对付一分人级别的修建者 那是绰绰有余 轻敌与自信 那是有不同的区别 哼 我而火 真是不知死火 无大少爷见 林玄没有将法宝寄出 反而弄出这么一团火焰 眉头一挑 脸上毫不忌讳地啊 露出了轻石之策 没错 就是轻石 而他之所以如此 自然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这位无大少爷的师尊是谁 火灵老祖 听名字就知道 肯定是擅长 驱火炼火之术 作为此老怪的嫡系传人 又是唯一的血腥后人 这位大少爷别的本事 暂且不提 在操纵火焰方面 肯定是 得了那老怪物真传的 这连小子不知死活呀 在自己面前玩火 那不是与 鲁班门前耍大斧 一样愚蠢吗 对方一副骄横的脾气 林玄确实不怒烦息 轻敌是会付出代价的 虽然从一开始 林玄就没有将这位大少爷 放在眼里 但若是能够更加省事地让其忍输 雷先自然也是 何乐而不为呢 雷先心中暗自冷笑 也不多言 仅仅是嘴唇微起 不缓不急地 冲钱吐出了一个字 去 昏零天火低落落的一转 既没有变大 也没有别的诡异神通施展 就这么直接地向对方砸了过来 简单地仿佛五星法座中 入门的火蛋 这 吴大少爷瞠目结舌 醒悟过来后差点 没有将鼻子气歪 轻视 林玄这么做除了轻视 他简直找不到形容词了 完全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啊 找死 这次 吴大少爷是咬着牙齿吐出的词 他在脸上闪过利丝利器 随后也不多言 同样是袖胖一副 以车轮大小的火球 飞了而出啊 此火球座黑红色 刚一出现 周围的温度就一下子爆嚷起来 幸好这里是荒原 如果换一个地点 不少东西非被这高温给点燃呢 然而这还没有完 那火球变成了一朵燃烧的云彩 而且速度极快的翻涌起来 随着云彩的涌动 面积也在不停的扩展 很快就遮蔽了半边天 并且两人的对比可以说是分外仙眼 同样是操纵灵验魔火 雷轩这边身微全无 就仿佛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火弹术 而乌大少爷那里呢 光是一眼望去 就让人头皮发骂一击 似乎不用打 已是分出了胜负高下 别说乌大少一副洋洋得意之色 就算是对林轩信息十足的两位运踪长老 也有些紧张害怕了 分天魔火 这乌大少果然是得了火灵老族真传 不错 这家伙果然难以对付 银通少女也点点头颅 第2636章 处处受制 师姐 那怎么办 雷尸体太过轻敌 恐怕会有危险 龙行少年焦急的声音传入耳朵 然而话是这么说 其实他也清楚 此时此刻自己与师姐 其实根本就是帮不上忙的 决斗决斗 自然不能有旁人插手 这边欢迎魏洛 两人所操纵的魔艳灵火 已狠狠地撞在一起 光就体积了 灰灵天火与那片诡异的火云 当真是不可通日而语 说皮肤汗术 那是一点不太夸张的 给人的感觉呢 灰灵天火在下一刻 就会如同蝼蚁一般 被那强大的火云给吞噬了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 视觉带来的感官 说假象呢也不为过 因为就在下一刻 两种火焰对撞所引发的结果 与人们的预期是完全相反 原本五色流离的灰灵天火 在撞入那火云的中心以后 渐渐地愈阻 但只见它灵光一闪啊 颜色顿时 化为了一片蔚蓝 而随着颜色的改变 一股令人畏惧的极寒 突然向四面八方 疯狂地扩展 热言可见的寒气 与那火云顿时交织在一起 噼里啪啦的声音传出耳朵 人本熊熊燃烧 翻涌的火焰 突然被冷冻了起来 没错就是冷冻 说以来有些离谱 火焰居然也会被冻住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 两位旁观者皆目瞪口袋 五大少爷的嘴张得 可以吞下一枚鸭蛋 不过饥饿归饥饿 决斗还是要接着下去的 何况以五大少爷的性格 又怎么可能轻易认输呢 脸上闪过一缕怒涩 最后指尖的双手连累挥舞 一道又一道的法掘 由指尖弥撒而出 融入进了焚天魔火 此身动作为火灵老祖的成名秘书 自然还是颇有不凡之处的 噼里啪啦的声音传入耳朵 人们被冻成一片冰雾的火海 开始解封 雷琴脸上展过了一缕异色 以纹固子弟的标准来说 对方的表现已颇为不凡 虽然有些自大 但也不能完全说成是虚言浮夸 但仅仅是这样 就想要向自己挑战 未免还是有些太不自量力了呀 嘴角微微翘起 雷琴又是一指向前点去 同时轻斥一声急 幻音未落 魂灵天火的颜色又发生变化了 由大海般的蔚蓝 变成了新红无比 甚至带着几缕妖异 吞噬之力 这个是魂灵天火集中属性中 最为神秘的一种 甚至能够将敌方的法术吞噬融合 此时此刻 倒霉的吴大少爷就面临着此等境地了 这见魂灵天火不仅颜色变了 而且化身为了一个旋味 他的焚天魔火就如同美味可口的食物 被魂灵天火一口一口的吞命 蚕食掉了 这 吴大少爷瞠目结舌 甚至怀疑是做梦 遇见这样诡异的一幕 实在让他一点脾气也没有啊 俗话说 威名声下无虚实 虽然嘴巴上不愿意承认 然而内心深处 吴大少爷也觉得 自己多少有点轻敌 这儿林轩虽然才奋神重气 但其实力 是不能用普通修实的标准做考量的 可恶呀 吴大少爷在暗自忌惮的同时 又感觉到了一点羞辱 以他骄傲自大的性格 虽然觉得林轩不好对付 但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轻易认输 这林小子的魔火固然难以对付 但其他神通万一稀松平常呢 想到这里 他脸上又恢复了几分自得 耳化不捉的袖袍衣服 煞时间灵光大作 然而并不是十分要目 而是星星点点的内容 同时嗖嗖声不觉于耳朵 万千金丝 由他身前浮现而出 向林轩展射 非真类宝物 林轩瞳孔微缩呀 脸上展过了一缕异色 众所周知 非真类法宝的穿透力 几乎是所有法宝中最强的 然而却最难修炼 因为体积太小的缘故 需要极强的神识 才能够操控自如 而眼前居然有数百根之多 若坏名修仙者 面对这么多非真类法宝的展设 恐怕是难以应付 就算是拥有盾牌类的防御法宝 也没有太大用处 因为他的穿透力太强大了 然而 林轩是普通的修仙者吗 就算非真法宝再难以应付 林轩也不在乎 因为他的手段更妖异的多 甚至到了此时此刻 林轩依旧没有寄出宝物的意图 如此拖大 看得两位同门也愣愣愣的 既担心 同时呢 又有些疑惑 林师弟难道依旧打算用他那团火焰御敌 此火虽彪悍无比 但面对这么多非真类的宝物 又能有什么用途呢 然而两人这番操心 可算是白费了 林轩可没想过继续使用火灵天火 虽然以此火焰的玄妙 就算是非真类法宝 林轩同样不惧 甚至可以将其毁去 但何必那么做 光用火焰怎么显示出自己的手段呢 对方就算输了也未必心服 而既然是以极品矿脉作为赌注 林轩可不想他一会儿有什么借口多说 所以林轩的目的是让他输个心服口服 于是林轩收回了昏灵天火 同样是修包一服 随着他的动作 林芒耀目 无数银色的剑光 由衣袖中鱼游而出 可恶 五大少爷血惯浓孔 居然想以区区剑芒 抵挡自己的夺破真骑射 这不是轻视是什么 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够嚣张了 没想到与这林小子相比 不过是小屋见大屋啊 想到乌大少何时如此被人如此灭视过 简直是耻辱 脑海中念头转过 乌大少爷伸出拳头 狠命一垂胸口 同时张口扑地一声喷出了一口精血 那精血离嘴以后立刻爆开 浓浓的血精味在附近弥散 最后如长精细嘴般的融入进了非真法宝里面 乌大少爷是被对方的轻视激怒 再也不想这么点到为止 准备将那可恶的林小子灭杀于死 其实别说他就算是两位旁观的同门 都觉得林轩过于拖大 你实力再强 也不能将普天下的通道全都看扁啊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大家瞠目结舌 瞬间林轩右手抬起 轻轻地一指向前方顶去 此时他的动作 那些进光一闪一闪 随后凭空消失不见 却而代之的一道道银丝 出现在林轩的身边 这2637场 轻松取胜 银色虽然纤细 然而却尝试上有余 数量更比刚刚的金芒 多出了十倍不止 纷纷滚滚 如同银色的云彩一般 向着前方切割过去了 化解为死 乌大少爷从雅夫尔里蹦出几个字 而另一边 两位旁观的云隐宗长老也瞠目结舌 前一刻他们还担心林轩拖大轻敌 下一刻却已经为他彪悍的手段所震撼 化解为死 师姐 我没看错吧 居然是化解为死 龙行少年虽然是私人中修为最低的一个 但好歹也是分身期修仙者 然而此而此刻 却丝毫不在乎颜面的大叫了起来 也难怪他会如此呀 要晓得化解为死本身 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书 但不借助本体 以剑光施展出来 却未免有些惊世骇俗啊 这岂不是说 雷神不借助宝物 光是施展出来的这些剑光的威能 就不选色于同阶修士的法宝了 这可能吗 银龙少女二人 惊讶之余 更多的是欢喜 而乌大少爷则是愤怒与畏惧 当然不甘心的成分更多 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还天才 他不是剑修 但自问 自己即使从一开始就钻研御剑之术 但一剑光 也绝不可能将化剑为丝施展出来 这岂不是说 自己远不如林轩 不可能 吴大少爷大心眼里 不愿意承认 这林小子的秘书看着离谱 这谁又晓得 是不是指老虎呢 仅仅是表面光鲜呢 心中如此想着 他继续操纵 夺破针向这边飞撤 同时将更多的法力注入 尽管内心深处 已隐隐有些畏惧了 但他还要冒险一搏 吴大少爷的性格 是属于不见棺材 不落泪的人物 下一刻 叮叮当当的声音传入耳朵 飞针与剑丝在半宫中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了 结果居然势均力敌 吴大少爷瞪大了双目 他可是不惜用精血 激发了夺破针的威力 居然只能与对方拼个旗鼓相当的地步 有没有搞错呀 然而惊讶并没有结束 连续右手扳转 又是一直向前点出 虽然那洞子那些剑丝 不再向前切割 而是开始将周围的飞针法宝 缠绕了起来 一圈又一圈 就如同春蚕所吐出来的丝线 将一枚枚的飞针 缠绕成了一个个残检 法宝被困住 吴大少爷与此宝间的心神联系 已被连续切断掉了 他不由得 脸如土色 光是见光威能就如此 非同小可 若是真寄出宝物 自己拿什么抵挡呢 心中第一次 生起了一股无力的感觉 尽管他不愿意认输 他心中也清楚 自己与对方的实力 简直差了太多 说句不客气的话 双方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呀 而这个念头尚未转过 背后的寒毛 又莫名其妙地倒住起来 这些灵光一闪 林轩已在原地消失不见 最后他的护体灵光 有如纸壶 被轻而易举地突破 一温润的手掌 放在他的肩头 同时林轩爽朗的笑声 传入耳边 吴大友 你我就此罢手如何 林道友神通卓绝 在下受得幸福口服 沉默了几夕的功夫 吴大少爷束手认输 雷轩将手缩了回来 心中略略有些奇怪 对方能有这样坦诚的认输 当然他对这位大少爷的感官 有所改变 至少普通的弯固子弟 是无论如何 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雷轩微笑将手缩了回来 而吴大少爷虽开口认输 然而事情闹到这一步 无论如何 与他的脸上也不好看 自然也不会继续逗留下去 开口告辞 林同少女与龙姓少年 随口挽留几句 也就由他去了 事情至此告一段落 林同少女与龙姓少年 接送了口气 这儿的结果可以说 比他们事先预想的 还要美妙的多 习书两人还真担心 林轩下手不知轻重 若是这位误打少爷 或者身受重伤 那位脾气暴躁的火灵老祖 无论如何 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儿的话 倒霉的可不是林轩一个 本门也会被侵怒 面临迷天大祸 好在担心日多余 最后的结果圆满无比 想到这里 临同少女的嘴角边 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正于开口 林轩却袖抛一抖 一道灵光包裹着衣物 缓缓地向他飞了过来 此女略感惊愕 但还是毫不迟疑 伸手接过了此物 这是 拿在手里是一张 黑乎乎的兽皮 此女仅看立眼 就认出了这什么东西 正是刚刚那场决斗 吴达莎也输给林轩的彩头 别看这兽皮不起眼 上面代表的可是整整一条矿脉啊 而且是在灵界也罕见的极品金石矿脉 林师弟你这是 银头少女又惊又喜 隐隐猜到林轩的用意 世界应该晓得 林华来是苦修者 这矿脉虽非同小可 但林某可没有精力去打理什么 所以就交由宗门帮我管理好了 至于 矿脉所得 我与宗门各取一半好了 各取一半 不妥不妥 林轩怀音刚落 银头少女的脑袋却咬得像波浪狗 哦 那与师姐的意思又应该怎么分成呢 林轩四脚非笑地说 这矿脉是师弟迎回来的 宗门不过是出人手 稍稍打理 所得收益 哪能与师弟一人一半呢 以切身之意 二八分成就好了 二八分成不妥不妥 林轩可不是吝啬的性格 何谎他的身家非同小可 余颖松又带自己不薄 林轩觉得对方太吃亏了 世界不用推脱 一半对一半 林某已觉得很好了 银头少女自食不许 龙行少年也帮着劝说 就这样 双方讨价还价片刻 终于割让一步 极品矿脉的收益 林轩拿七成 余颖松则拿三成 其实宝物谁不会嫌太多 对于一个宗门来说 精识更是必识之物 然而余颖松的两名长老都很清楚 即便是与罕见的极品矿脉相比 林轩也重要得多 所以他们就宁愿少要精识 要将这位神通广大的师弟笼络 这中间的考虑咱且不提 反正最后的结果是结大欢喜 最后在两人的从容下 林轩重新回到了 云颖松的总舵里 第2638章 新洞府 三天后 吃地 您这个地方如何 一顿少女娇笑的声音传入耳朵 林轩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映入眼灵的是一片百花盛开的山谷 芳香四溢 风景十分秀丽 而这儿呢 还不是最重要的 此山谷深处竟有一条灵脉 蜿蜒起伏 虽然场景有十余里 然而品质呢 却出乎寻常的优异 即便以灵界的标准衡量 也几乎达到了极品灵脉的程度 这样的洞天福地 面积若是再广一些 便使杜杰西大能 多半也会垂涎三尺 可惜 明言不过十里 即便品质再优异呢 这样小的面积也太鸡肋了些 当然若非这缘故啊 此灵脉也不会落在余颖宗的手里 这百年来 借着林轩的威名 余颖宗的发展可是很快 控制的势力 也逐渐朝周围延展 如今已是天双郡最大的门牌 所掌握的资源 比几百年前何止分了一倍 而眼前的灵脉 是他们意外所得 如此优异的品质 自然让他发现的修饰呢 惊喜 可面积偏偏又太过小了些 以至于让发现他的修饰 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用途 于是只好上报给宗门内部 而尹通少女知道以后呢 却是颇为欢喜 重赏了发现此灵脉的修饰 小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正好将他作为大理 来笼络了林尸体 所以传下法语 让门人弟子们 看管好这里 如果林轩从滨海界归来 宗门持续举行数日的庆典 最后 隐同少女故作神秘 如同献宝般的 将林轩带到了这儿 不错不错 虽然距离此行的目的地 还有一段距离 但林轩将神石放出 自然轻松地将整个山谷的情形囊括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师姐这是 此灵地是门下弟子无意中所得 面积虽然小了些 但若只是师弟一个人使用 则绰绰有余 与姐知道林师弟你喜欢安静 所以就准备将这儿 作为你的心动服 不知道师弟意下如何 如此 多谢师姐了 林轩大喜 这人过去 深深地向对方作利益 林轩这回是真的欢喜 实力到了他这样的等级啊 身家又远远胜过通缉修仙者 说句不客气的 世上能让林轩动心的宝物 也不是太多 然而眼前这优异的灵脉 则绝对是可以算的一个 除了太小 就品质来说呢 已足以让肚结期存在 开皮动服 这还有什么好挑剔的 而且景色优美 环景清幽 简直视为林轩这样的 苦修者量身顶坐 也难怪林轩会大为欢喜 而他的反应 也让银童少女十分满意 内心深处 还暗暗地松了口气 种种迹象表明 林轩并无趣意 要知道本门能获得如此大的发展 可是与林轩响亮的名声有关呢 他如果离开 对于本门的打击将是难以估计 所以银童少女才会这样费尽心机的 想要笼络住林轩 当然 这些话不用名言 实力到他们这样的等级 自然也都是历经风雨 这些事情呢 不用讲 也心知肚明 谭肖精两人已是飞到了山谷的外面 随后顿光一缓呢 降落下来 几乎与此同时 山谷中也有一道惊鸿飞流而出 是一娃娃脸的少女 一眼望去 大约十七八岁年纪 身材娇小 容貌可惜 不用说 此女就是运踪 安排看管此灵地的修仙者 别跟她乍一看不起眼 修为趣儿不凡 居然是洞宣中气的修仙者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 用在她身上 那这再提切不过 要知道 彩云仙子的名号 放在外面呢 那也是颇为响亮的 然而此而此刻 她却是一脸的低眉顺目 盈盈盈益 弟子见过她长老 见过林师叔 张诗诗 这百花谷最近还好吗 可什么麻烦 银童少女淡然的声音传入耳朵 面对门下弟子 她的态度 则也要超然的多 启禀师叔 没有任何麻烦 彩云仙子 英纯微奇 声音 语气 都显得温丸一击 嗯 这就好 银童少女露出几分满意 如今林师弟回来了 这百花谷 你不必再管理 回去 叫了差事 祖门内 自有奖励 试试书 彩云仙子 虽也是名号 颇响的人物 但在本门大长老面前 当然是恭敬一击 答应以后 就将两人 引领进了山谷里 李师弟 你觉得如何 不错不错 多谢师姐了 李师弟上 满是笑容 山谷中灵气最浓密的一地 早已开辟好了洞府 面积说不上很大 然而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而且由云宇宗精心雕琢 这洞府中住着 自然是十分的舒适 仅林轩满意 严同少女也十分欣喜 最后便出言告辞 林轩随口挽留几句 然后呢亲自送她出去 最后林轩回到洞府 这新居当真不错 绣坊一服 既敢五颜六色的 任其飞溜而出 这里不是运踪总断 当然也是其势力范围 按照常理 安全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作为自己的清修之所 于行于礼 林轩都要布下多层防护 否则万一再毕生死关 就有强敌闯进来 自己岂不是哭 都没地方哭啊 五行御灵阵 顶倒乾坤阵 林轩布置起来 都是熟门熟路 也没有花费 多少时间与功夫 前后不过半个时辰左右 就大功告成了 这些阵法的防护 非同小可 只要来的不是 杜吉奇老怪物 就能为林轩提供 很好的保护 而杜吉奇存在 又怎么可能 轻易找自己麻烦 林轩得罪的大能之中 也就四兄之一 逃物比较疯狂一点 然而被香儿的师父 清秋国主教训以后 林轩相信 他也会安分许久 所以用这些阵法 守卫洞服 那是足够的 做完这一切之后啊 林轩回到联工坊中 按理 林轩现在的实力 也颇为不俗 晋级 更是十分迅速 没有必要忙着闭关 然而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在见识 九尾天狐的强大以后 林轩变强的心情 却是热切到极点 他有许多事情要做 最急迫的呢 就是将身内化身 炼制出来 第2639章 身内化身 炼制成功 身外化身与身内化身 仅一字之差 然而却是天壤之别的东西 先者毫不稀奇 别说分身以上的大能修仙者 就算是动玄 甚至离合 都能够炼制出来 然而有分为数种 以第二原因操控 或者单一分出来的原因操控 威力也是各不相同 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修士的战力 但弱点也是明显无比 然而身内化身不同啊 作为上古大能 竭尽所能 创造出来的神通 它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身外化身的优点 一脉相成 加此与缺寒 却通过改良的方法 摒弃掉了 如果一定要说 此秘术的不足 就是炼制化身的原料 太过苛刻 此神通采用的躯体 不再是毒舌来的修饰 或者妖族的肉躯 而是草木之物 什么是草木之物呢 简单的说就是各种灵药 或者天地间的茄草 当然了 不是什么激化液草皆可 必须要是通灵之物 灵之几乎 要不弱于人类的修仙者 这个条件着实苛刻 放映灵界想要去找到 合适的原料也不多 当然 林轩已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滨海界之旅 他自然没有寻得 合适的通灵草木 但飘渺九星丹 有一粒通灵药灵 这可是比通灵草木 更加珍贵的东西 用来炼制身内化身 更是优异无比 主人料有了 其他一些辅助之物 林轩也早就收集齐 所以他没有必要耽搁下去 早一日将身内化身炼制出来 自己也可以早一日 享受此秘书所带来的好处 林轩在练工房 盘械而坐 心静静地调戏了 半个时辰左右的功夫 让自己的精神法力 完全处于最佳状态 最后才绣抛衣服 准备炼制宝物 随着的动作呀 一个玉瓶飞了而出 林轩伸手握住 将饼盖紧慎 小心地打开 扑出一声传出耳朵呀 从里边飞出一群道 大小的光团来 以极快的速度 向门口积舍而去 但这番努力 根本就是没用的 林轩面色不变 一抬手 动作并无快 但却准确异常地 将那臀 光团啊 抓在了掌心里面 那光团中 有一龙眼大小的仙丹 左冲右兔 但哪里脱得了 林轩的禁锢啊 只见他五指 唯一用力 那单要如 受雷击 乖乖地 落在了 他的酬掌里面 林轩他的口气 笑破一幅 又是几个 瓶瓶罐罐 飞离而出 练至身内化身的 第一步 就是要将 用作曲体的 主原料的 灵质抹出 这与夺舍的道理 是一样的 这中间呢 有一定的危险 与难度 若是要灵的 神识太强 在失恕者之上 不仅难以抹除 就算是发生反噬 也是大有可能的 这一点 功法中写得很清楚 当然 林轩却不在乎 不是他倾心大意 而是林轩各项神通中 最骄傲出众的 就非神识莫属 除非此要灵的神识 堪比杜吉其老怪物 否则是 不可能给自己 造成任何麻烦 这一点 林轩信心十足 随后大家开始 集中精力 抹除要灵的神识了 时光如白鱼过细 一晃眼 林轩来此百花骨 以三年有余 这日 轰隆隆的声音传入耳朵 一直封尘了数个 寒手的洞府大门 突然打开 随着哈哈的 狂笑声传入耳朵 一容貌平凡的少年 从里边走了出来 他的脸上 难以眼疲倦之色 但兴奋之情 却是一颜眼表啊 经过整整三年的努力 林轩终于将身内化身 炼制成功 三年 一千多个昼夜 不能出一点差错 否则 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可想而知 这是一项多么繁重的工作 好在林轩终于 准确异常地将它完成了 其难度呢 不亚于重新 炼制本命法宝 当然好处也是一样的 林轩浑身轻盲一起 化味道翠绿的惊鸿 闪得几闪就消失在天边 数日后一片大海出现在面前 不 这不是海 正确地说呢 仅仅是一个湖泊 然而面积之广 这一点也不比人界的海洋逊色 此湖的名字也很奇特 叫做妖湖 至于原由 则是因为整片湖泊的妖气 都很浓重 于是湖中也就生活着许多妖兽 当然 绝大部分都是水属性的 除了妖族 据说 连一些活了上百万年的古兽都有 总之此乃是妖族的天下 一般的人类修饰 别说深入湖中 就算是接近此湖 也需要莫大的胆量来着 而林轩来到这儿啊 就准备试试 身内化身的神通如何 所以 他的湖边根本就没有停留 直接飞向湖水的深处 很快就有响亮的水声传入耳朵 原本平静的湖面 在此刻间呢 居然出现了数十丈高的浪头 浪花之中 一条形死鲨鱼的怪物 张开血盘大口 狠狠地向林轩咬了过来 与普通的鲨鱼不同 此怪物的表面 居然生满了长短不一的骨刺 而且闪烁着油黑的光色 同时 一股巨大的压力蜂拥而出 古兽 雷军瞳孔微缩呀 他准备找一两个对手 来试验身内化身的神通 没错 但没想到运气如此不错 他一进入妖湖 就遇见了分神级别的家伙 严格来说 古兽是没有等级区分的 但这行死鲨鱼的家伙 所散发出来的威压 一点也不选择于 分神级别的休闲者 想必实力也相差仿佛 这样好的机会 林轩当然不会错过 面对强敌正好是 检验化身实力的绝佳时机 只见林轩伸手在头顶一摸 最后一道灵光闪过 林轩居然变成了两个 右边的是本体 那左边自然就是化身无鱼 与本体相比 化身的五官相貌皆是相同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的皮肤颜色明显要黑上一些 这难怪呀 三年的时间 林轩已让第二原鹰 与体内化身融为一体 而他的第二原鹰 原本就是由魔鹰转换成的 修炼的也是魔族的功法 于是身内化身的肤色 与本体相比要黑上一些 不止是黑 在皮肤的表面呢 隐隐还有一些 玄妙异常的魔纹浮现出来 林轩本体光云一闪 已用九天微布挪到了一边 而化身则不必不闪 面对那股兽伸出了手来 第2640章 强大的化身 与那股兽巨大的身形相比 林轩的化身显得弱小义机 就仿佛大象身前的一只蚂蚁 说躺臂挡车 那也是一点不为过的 仿佛下一刻 它就会被拧为粉末 然而林轩却没有分毫畏惧 噼里啪啦的声音传入耳朵 化身周围魔方大作 它的身形丝毫变化也无 然而右手的手臂呢 却骤然间暴涨了数十倍有余 手臂表面的肌肉布满了一块块紫色的鳞甲 指甲伸长 闪烁着幽光 锋锐的仿佛刀片一样 魔化 由于第二原因 修炼的乃是魔族功法 所以这具化身施展的秘术呢 与古魔也就相差仿佛 雷军身形的比例 与右臂看上去悬殊一击 这却并不妨碍他 五指紧握 一拳向前轰出 磨光大作呀 一团笔的手臂还要大了数倍的拳影 呼啸而出 那古兽的血本大口被拳影击中 雪花蹦践 只见一颗颗的牙齿在血花中飞了出来 而古兽的本体也被狠狠地打飞了出去 猎人变成猎物 原本凶利的怪兽 遇见更厉害的强者 顿时沿路畏惧之色 准备咄咄而逃 然而为时已晚 林轩嘴角边闪过了一抹冷笑之色 紧握的五指张开 掌心之中 魔纹一闪 最后居然有一诡异的嘴巴浮现 那嘴巴张开 一道耳鼻粗的光束啊 表面缠绕着有黑的电弧 从里边喷水而出 噗 另有些沉默的声音传入耳朵 那光柱击中古兽的头颅 直接将它整个贯穿掉了 碗大脚的伤口 紫黑色的鲜血 狂涌而出 古兽虽是生命力顽强的异俗 但头颅被贯穿 自然也没有活路 噼里啪啦的爆响声传入耳朵 魔化的右臂已完全恢复 最后 林轩五指微躯 冲着虚空一抓 砰 此古兽的蚕尸爆裂开来 半空中只剩下了一颗 淡蓝色的腰单 滴热热的一转 就想要飞向天边 林轩自然不会让它逃脱的 五指一颗 此腰单被轻易地射到手中了 林轩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以它身家之广播 区区一颗古兽的腰单 自然不会放在眼中的 翠手放入腰间 林轩却没有打算结束这次的试炼 浑身光芒一闪 又飞向了腰湖更深的地点 三月以后 林轩飞了回来 整整九天的时间 这湖中的腰族骨兽 可就是到了大霉啊 云落在林轩手中的数不胜数 这倒不是因为林轩残忍耗杀的缘故 而是只有面对强者才能解映出身内化身的真正实力 结果让林轩非常满意 身内化身的特性 果然与点击中的描述是一样的 与普通的身外化身相比 优异太多 其优点呢 而无加次 有这化身做配合 自己的实力又凭空增加了许多 最后林轩回到洞府 一切如故 尽致完好运转 也不禁传音符 证明这段时间并没有外人来过 回到洞府以后 林轩再次将化身分离出来 有了躯体平常之时 第二元英就没有必要 与主元英待在一起 利用化身之躯呢 也可以好好修炼的 这样两个元英互不打扰 修炼也会更加的迅速 而虽说有主体与化身的区别 其实两个元英的记忆 情感是一样的 所以说都是林轩 修炼此神通 他相当于有了两条性命 主元英的修炼暂且不提 在滨海界 他掠夺了大量的资源宝物 其中分神器的丹药也数量不少 所以可以一直没有忧虑的修炼下去 而第二元英有了肉躯 修炼方向林轩则需要细细的思量考虑 本体一切顺利 修炼情况呢 暂且不提 室内化身则是来到另外一个灵工房里 盘膝而坐 最后林轩就跑一服 数十枚玉铜锦有衣袖中飞轮出来 这些玉铜大多座黑色 也有的呢散发着鲜血一般的腰蚁光泽 不用说都非灵界的事物 而是林轩在古魔界时所得 古魔界之旅 林轩经历曲折坎坷 但同样是有大量的收获 这数十枚玉铜锦中记载的并非别的事物 皆是魔界的各种秘法玄公 当然林轩得到的途径也各不相同 有的是被他灭杀古魔所得之物 也有的则是机缘巧合 在上古 魔尊遗留下来的洞服所得 林轩的维尔元英是由魔英转化而成的 起初修炼原本就是魔道的功法 如今有的化身可以由主元英分开修行 林轩自然准备为他选择一何时的功法了 要知道所谓的修魔者 所修炼的功法秘术 原本就是模仿古魔 将古魔的功法经过山前改良 从而变得适合人类修建者 而林轩手中的这数十枚玉铜简不铜 这既是魔界的产物 所记载的呢 虽然也就是纯正的古魔神通 古魔的形态与人类大不相同 原本纯正的魔工 使人类修饰无法修炼的 这不仅仅是魔族身体远比 人类强横的缘故 还涉及到其他许多的因素 总之一言很难说得清楚 这中间的侧肘啊 林轩也不能敏俗 因为人类与古魔身体差异 林轩本体也不能修炼魔工 然而所拥有的这具化身 则不相同了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化身 乃是用通灵的单药炼制而成 药灵肢体天生具有千变万化的特性 管理古魔功法 妖族神通 尽能照炼不悟 分毫彻招也无 甚至连一些罕见异族的功法 药灵肢体都不会出现排斥现象的 而也林轩的性格 这样的优势自然不会放过 毕竟比起人族改良后的魔道功法 原则原味的古魔神通 在威能与神庙上 明显要略胜一筹 此刻的手掌拿起一枚玉铜锦 将神识沉入 开始参悟其里面的魔功 约一斩叉食功夫以后啊 林轩就放下了手 然后重新拿起了一枚玉铜 说是参悟 其实以林轩的眼力 功法是好是坏 一眼就能分辨清楚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并没有花费多少功夫 即使没预通 林轩前后也就用了半天左右 最后林轩选中了 其中的一部功法 《血影真魔功》 此功法乃是雪花圣族所留 乃是他的主修功法 《血影真魔功》 《血影真魔》 感谢观看